恒指继续反弹,回升幅度已达1700点,美股不断创历史新高,内地股市表现得也很好,甚至比港股更好,把新型冠状病毒完全丢到一边。 昨日提到,那些在疫前热炒的股现在纷纷重新炒作,是应该留意,值得追炒的股,昨日谈及接近创新高的联数2128终于创新高。 还有一个板块作日忽略了,那就是部分教育股,能全面恢复上货及提供线上教育的教育股,也正在重新进入炒作阶段,中会382股价作日就创出历史新高。 这一轮疫情调整爆发的初期,我曾经赞文指出,我会趁低价买入一些我之前错过的优质股。 在观察了三个星期之后,我终于决定买入美团3690,买入价约100元。 我留意到美团股价在95元与105元之间排回了好一段日子。 因此,决定在95元至105元的中间价100元水平买入。 香港公务员及多家大企业现在都采用在家办公的措施。 在家办公可分两种,一种是真正对着电脑工作,另一种则是变商放假,所以才有几个傻子去行山。 还拍照留念,留下没有在家办公的证据。 除了在家办公之外,也有不少人放无薪假,口罩短缺,也不大敢出门。 留在家里干什么,其中一个换意就是上网炒股票。 近期,不论是股市急跌或是回升,成交额都很大,昨日又是一个千亿成交的一天。 港交所388及捐商股都有炒作的理由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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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